好,那放在銀行庫裡面,我們就會找出哪一個字跟哪一個字可以搭配 其實英文字跟重字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英文的單字通常有multiple meanings 它有很多很多的含義 那它要跟前後的字形成一個特定的搭配關係之後 那個意義才會確定下來 比如說,有時候很多同學,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說 這個單字什麼意思,那個單字什麼意思 其實那是一個很不好的問法 比如說同學,如果chair 當然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chair 是什麼意思? chair 可是我會問一下說 有沒有前後文 因為chair 在字典裡面有好幾個意思 那你沒有跟我講說你是從哪裡看到的 他的情境是什麼? 勘帶是什麼? 三下是什麼? 你這種問我chair 我不知道跟你講是哪一個意思 chair 有哪些意思? 同學,我們想想看chair 有什麼意思? 椅子一定系統開什麼? 啊? 比如說,那個什麼開會的時候會有什麼? chairman或chairwoman 那也可以講什麼chair 所以也可以是開會的主席 也可以是系主任 也可以是黨主席 也可以是黨主席 那你不能說站起來說 欸,這是我的chair 他問的是什麼? 你的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可以說advisor 可以講supervisor 也可以講chair 所以誰是你的chair 誰是你的chair 我會說 I'm sitting on my chair 不知道教授坐在屁股下面 要不要讓我跟我們通通 不然我就不起來 所以你只說chair 所以你只說chair 還是要給我上下 我才有辦法回答你 你要的那個定義是哪一個 這是英文跟中文很不一樣的地方 英文很多的意思 它跟前後的文鏡搭配 我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 其實我們中文也有 我們中文甚至有很固定的單位形式 叫做成語 叫做成語 比如說大家的那個native language 都是Chinese 我說腳什麼老字 東西你會寫什麼? 會講什麼? 進 沒有人會有第二個字嘛對不對 可是你把這個拿去給 學習中文的外國同學 那出來的東西就很多 他可以腳丸 可以腳碎 可以腳光 都可以 然後你說他不對 他就會跟你說 你進跟彎 跟彎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為什麼那個可以 為什麼只能腳進 腳彎不行 為什麼 你可以我說清楚 講文法 那你會怎麼回答 我們平常都是這樣用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的理由 那倒過來我們寫英文也是一樣 我們會寫出一些 我們覺得是合理的 我們會寫出一些 我查了字典的 我按照文法規則來寫的 我認為它是make sense 我認為它是logical 我認為它是正確的英文原來 可是外國都說 嗯 嗯 Not quite 好像不太對 Not quite right 哪裡怪怪的 那你問他 為什麼不行 他就還是跟我們講 我們平常就不是這樣用 我們不然要怎麼樣 就是沒辦法 好 這個就是搭配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它是一種固定的 一種語言表達形式 這個我們寫上去看過去就好 因為搭配的形式有很多 我是 同學不要以為說搭配就是 一個形容詞一個名詞而已 不是 它有很多很多的搭配形式 包括 我們這樣你們要看過去 名詞加介詞 母詞附加不定詞 介詞名詞等等 這個詞間有心 我們就寫上去看過去 剛語法搭配 語義搭配 有這麼多搭配的形式 主要還是以詞性為搭配的單位 好 那我們了解搭配其實就等於 是整個 這個 你要寫作我的翻譯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 單位之後呢 我們來做中道英的翻譯 還有做英文寫作就會 可以透過語道部件工具 來找出它搭配的形式 那搭配的錯 我這裡也很快講一下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很容易 把中文的搭配形式拿來寫英文 我想這個東西都很有經驗 我們要寫英文的時候 或者做中翻譯的時候 都很容易把英文的搭配寫成中文的搭配 可是你不知道 比如說學習知識 中文是學習知識 我們要把它翻譯成英文 很多同學 學習是 learn learning 知識是 knowledge 那當然它的翻譯就是 learning knowledge 或者研讀知識 聽到就是 study knowledge 掌握知識 掌握是 grass 聽到就是 grass knowledge 不就是這樣嗎 抱歉 我上個集合有打星號的 那個表示它是錯的 不是表示它是重點 這顆星蠻重要的 然後再把它翻下來 老師還會有兩顆星的 那就沒有 那個星號全部都是錯誤的 不要以為那是重要的 他說 哎呀我的英文真好 我寫的都是重點 那都是錯的 也就是說 在英文裡面 learn 這個字 跟 knowledge 這個字怎麼樣 they never co-occur 他們從來不會在一起 you cannot put these two words together 你不能把這兩個字放在一起 換句話說 他們是仇人好 他們永遠不見面的 見面就會犯錯 那可以跟 knowledge 搭配的 我們可以用 gain or prior knowledge 或者比較接近學習知識 這樣的意義 比如說你要翻譯 提升英文能力 這個例子其實不是我的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是 台灣一些英文細系所認的錯誤 那時候很多英文細系所認 要跟教育部提提升英文能力的計畫 那有些細節就用英文寫 那他們寫出來的 提升英文能力就是這樣寫 不過提升不是 race嗎 英文都是 English 能力不是 ability 所以他們寫給教育部的 英文的那個寫作的 提升英文能力的計畫 都是這樣寫 可是是什麼 我不是錯的 我是錯的 race 在英文裡面 race跟ability 一樣不會怎麼樣 在一起 它不會在一起的 所以你不能 中文可以啊 中文可以提升能力 可是英文不行 race ability 是不行的 you can raise your hand you can raise a question you can raise an issue but you cannot raise ability 抽象的一個ability 是沒辦法把它舉起來 中文可以 英文不行 那我們會受到中文的影響 就把它寫成這樣 錯誤的英文 比較接近的應該是 improve your English skills 好 那做研究 我們很可能就寫成 make research 那它是錯的 它其實應該是要用 do research 用make 好 這是第一個我們容易犯錯 就是受到中文的影響 把中文的搭配形式寫成 英文的搭配形式 第二個錯誤 把它叫做overgenalization 也就是說 你在某一個context 這個搭配是對的 可是你把它overgenalized 過度推論到說 那另外一個 一個環境也是對的 其實它是錯的 這個算是比較高階的錯誤 比如說commit這個動詞 後面可以搭配error crime suicide murder offense conspiracy robbery frosing or harm 這些都是正確的 那各位同學都很聰明 你們很容易做這個邏輯的推論 好 那英文的mistake 等於error 那你既然commit error是正確的 那commit mistake 應該也是正確的 兩個都是錯嘛 那前面都是有commit 那這邊應該也可以 可是不對 commit mistake 是不對的 那以我們中文背景的這種想法 我們只能去做推論 可是我們不知道它是錯的 那就是那種過度推論 可是對那個speaker來講 他根本不想做推論 因為從小他從小學到大 commit 後面從來不接mistake 從來不會接的 所以他根本不會去考慮 用這個做法 可是我們就會 我們會用推論的方式 這個既然等於這個 那這個可以接這個 這個當然可以接這個 可是不行 所以這不行 沒有辦法看我們的 這個推理能力來學習 有時候推理法 造成的錯誤 好 像這個也是一個推理的過程 所造成的錯誤 比如說我們說 我們看這個地方就好 extremely disappointing 副詞加修飾形容詞 這是正確的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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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是正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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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文法的形式稍微改一下 我把extremely改成extreme 副詞變成形容詞 dispointing 行容詞把它變成名詞 變成an extreme disappointment 就變成形容詞加名詞 這個文法上來講是百分之百正確 文法上是正確的 可是實際上 那些英美人士會跟你講 我們從來不這麼用 所以你的文法是正確的 extreme disappointment 是正確的 或者你把它改成一個形式 extremely加dispointing 是正確的 可是你就是不行 用extremely加dispointing 因為沒有人這樣用 所以我們說這個不正確的時候 不是說文法的觀點不正確 文法的觀點它是正確的 而是怎麼樣 我們從來不正 那些英美人說 我們從來不這麼用 所以它是不對的 那正確的搭配一樣 那中文其實有類似的概念也是有的 比如說小朋友學中文的寫作 它從不會到會 它也會產生過度淚推 也會 也會 比如說下班的 爸爸陸陸續續回家了 那媽媽就打下去 腰屎 換個老娘的名節 我哪裏錯了 哪裏錯了 他可能以前寫過 哥哥陸陸續續回家的 姐姐陸陸續續回家的 媽媽對我都很好 那我就寫爸爸陸陸續續回家 他竟然在生氣 那就是一種過度淚推 寫姐姐寫哥哥都對 寫爸爸都不對 我的其中一隻左腳受傷 我弟弟長的星星下流 他可能寫其他的東西 長的星星下流 都可以啊 我家的花 可以嗎 長的花草 長的星星下流 可以嗎 我弟弟長的 我弟弟長的跟花一樣 所以我說他長的星星下流 不行嗎 不行 好 我家的狗 對我土匪奴進 打開 Lucky 他就衝過來了 那很好啊 很熱情啊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會講Lucky 很好笑 因為我家兩個是柴犬 他的名字 我們這個人笑 就講點笑話 我家兩個柴犬叫Kuma Kuma大家應該知道日語是什麼 熊的意思 他長得像熊 其實差很多了 不管怎樣 我就叫他Kuma 然後我太太每天都要 大概六口都要經過我們家 那個 我住大樓 牽著那個管理員的那個 開門 那 我們剛搬進去的時候 我太太都牽著我的六口 然後 那個管理員 就是那個檢問 第一次看到我們家的狗的時候 她就說 Lucky 你回來了 我太太愣住 我家的狗名叫Kuma 你為什麼叫他Lucky 可是我想說 不好意思去糾正人家 因為人家那麼熱情 那麼有禮貌 那我太太就 你好 然後我就回去 就進來了 第二天 Lucky 你回來了 我太太還是覺得 人家只是好運 有禮貌 好吧 我們就你好 不太對 每天都Lucky Lucky了兩三年 後來覺得不行 我們家的狗名名叫Kuma 我叫了三年 我想Lucky 我太太都給他默默接受 可是我家的狗就怪怪的 Lucky是誰 我叫狗 可是進過的時候 他都不理那個主位 Lucky是誰 你沒聽過這個 這隻狗 可是那個警衛 不知道為什麼 就叫我家的狗叫Lucky 已經叫了好幾年之後 我們都一直不好意思糾正 為什麼 之前沒給人家糾正 現在才糾正 會覺得 那你之前為什麼都不講 後來 後來 可是我家的狗 因為他叫Lucky 因為我家的狗又不理他 然後他覺得你家的狗怎麼都不理我 那我太太終於在過了好幾年之後 都會跟他說實話 因為你把他名字叫錯 然後他明顯說不狗 反正這就是一個很尷尬的一個情況 我爸同學會不會這樣 就是說 你會不會把一個同學名字叫錯之後 別人把你名字叫錯 可是你不好意思糾正 就這樣一直錯下去 有沒有可能 說不定 這是我們說裡面發生的例子 我們有一個大陸的交換生來 他的名字叫西 就是陳希的西 明天的名西名 然後我們有一個老師呢 可能老花了 他看著點名簿 然後叫陳希 這學期我們來了一個大陸的交換生 很好 我們來歡迎陳小明同學 然後因為大陸所以你站起來 謝謝謝謝 然後以後那個老師三個都說 小明啊小明啊 然後那個同學也覺得 老師怎麼這麼親切叫我小明 他把小明說是那個 就是那個密稱啊 比如說小亮啊小陳啊 老師你真好 叫我小明 第一天就叫我小明 然後 然後一直叫了快學期 然後有一次在開守護會議的時候 因為我們老師都在那開守護會議 我會說我們在學期有一位交換生叫陳希明 然後老師就 啊他怎麼叫陳希明 他不叫陳小明嗎 不是啊他叫陳希明啊 啊真的啊 我叫他叫一個學期都叫小明耶 然後他也沒講話 他也沒說不是啊 我這樣啊 那我去問一下那個小明 我就問他 那個小明 啊老師怎麼看錯了 他說老師以為是在怎麼樣 在叫我一個小跟我親切的問候 那個給我一個那個逆稱啊 反正就是 就是很有趣的一個情況 為什麼扯到這裡我也不知道 對啊 除非冷靜啊 那個狗一 就是門一打開飛過來 就不用除非冷靜 不不可以啊 這些就是一種小學生 他跟我們的這個寫作認知能力 他寫作認知能力還在發展當中 還沒有那麼好 那他在做這個學習寫作過程 會出現很多的overgeneralization 假如假如同學有機會去看小朋友的作用的話 會發現有沒有這樣的錯誤 他不是文法錯誤 他是因為他在某個情境用這個表達方式是對的時候 他把它轉移到另外一個情境卻錯了 好這個是過度類推 那再來是母語干擾 這時候母語變成是英文 他現在來台灣學中文 他的母語是英文的情況下 他的中文也會受英文母語的干擾 然後出現的中文就像這個樣子 我很病 老師我今天不能來上課 我很病 很病 有多病呢 就很病啊 這是從哪一個英文來的 我自己是病 對 對 我自己是病 好 買我一本書 對 買我一本書 或者 寫著我一本書 大家給他講的中文就這樣 其實這是我兒子的中文 因為他在美國出生長大 然後回來台灣的時候他有中文就變這樣 爸爸買我一本書 在書題裡面 爸爸買我一本書 然後他被人就講過來了 這是什麼小孩講這種中文 我說不行 不敢承認識我的中文 可是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就會說 好 爸爸讀你一本書 啊糟了 我的中文也變了 你母老媽真的聽點苦 我發不太見到什麼意思 是說你媽媽的年紀很大嗎 還是說你媽媽幾歲 就How old is your mother 還是你在問我媽媽幾歲 還是問我媽媽很老 還是你現在在罵人 就不太確定 因為你再講清楚一點 他跑得瘋狂地露 這有一點over-generalization 我要謀說這個詞 所以是over-generalization 就是 這個是 這是L1 interference 從英文 肝癌到中文 那這個是over-generalization 這個外國人還說 喔 我要形容摩托騎得很快 那快這個字太普通了 我要找一個比較有學問 他去翻字典 翻老半天 啊 插到一個詞 哇老師這個字很漂亮 人一匹馬 也有一匹馬在跑 我就寫我要摩托這詞 好 那這句話就是錯了 我想照向他這句英文 這也是英文的肝癌 好 這也是我兒子的中文 可不可以玩一點點長 他在中文就不能這樣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然後我不迷他 I don't understand her 我對他同意在外方 可不可以一點吃吃算算一下 可不可以一點吃吃算算一下 我好像在古理清張那個七七才才 怎麼有吃吃跟算算呢 就那個疊詞 疊詞我們當然會用 可是不會這樣用 我們疊詞可能會怎麼樣 吃一點點 會不會這樣講 吃一點點 多吃一點點 吃一點點 可是不會說一點七七 不會啦 那這個都是英文的干擾 還有一個例子 我沒有寫 每次我祖母的那個商品 大家穿都黑色的 我兒子的衣服 雖然在黑的 後面有點紫色 他不高興 他不高興 他就說了一句 中國人家大家都很困惑 他說 我不要站出來 拜拜 老大 你會問你在那邊 你不是坐著嗎 你就坐得好好的 你沒有站出來啊 還是你要躺下來也可以 你為什麼說 我不要站出來 他覺得有沒有聽到他說什麼 他不想你不要 stand out 他不要stand out 其實他 他不想跟別人不一樣 只要講說 他中文說我不想再穿 真的沒有人聽得懂 不會講正常的說 又說你不要穿這個顏色的衣服就好 你說你不要站出來 誰知道 他在講這個 所以他也很委屈 結果 其實他剛回台那根實驗 我其實真的覺得他還可以 講的話 人家都聽不懂 雖然他只要講中文 人家都聽不懂 後來變得怎麼樣 他想講話 他想講話 因為人家講話人家會笑他 他就不曉得講話 有點 所以那時候也很心疼 因為小孩子他快樂成長 他後來變成說 大家都要笑他的中文 他說他跟人家講話 或者講話會started 會結結結巴巴這樣 他會緊張 所以這不是好事 就是說 講話講出了我們也不要笑他 也不要去指責他 不然對小孩子的生命發展其實不好 雖然是當作笑話來講 可是那段時間其實 心裡也覺得也是蠻沉透的 好 那這個部分就把同學 比較長範的搭配做 我稍微寫一下 這邊都是 我們台灣的同學 不要用寫出來的 你的英文很喜歡 很容易寫成這樣 只要有覺得同學 都會翻譯成用feel 不舒服的同學 都會翻譯成uncomfortable 其實這都錯了 你看 頭痛感到頭痛也是用feel 這都不行 這幾個都是大家幾乎是支持的人法 一定會錯的 只要看到改進 同學馬上好像那個什麼 那種人家敲你膝蓋的腿 就會彈起來這樣 只要看到改進 同學就會寫improve 這也不對 這也不對 提出 只要看到提出很多同學就會寫race 這都不對 包括一些英文信息主任 都不對 那我們就要很小心 那我要或者做 做大概就會用make 這也不對 參加就用join 這都錯了 那搞老派給我每個字都錯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要靠 那個搭配的awareness 搭配的knowledge 我們平常好像便宜就寫she 這都不對 你喜歡一個price 你會用she 你可以說一個東西很cheap 可是你不能說這個price很cheap 但是low price 那這些東西 換句話說 我們都是會受中文的干擾 所產生的英文 那你的寫作或發音 就一定是錯了 那我們怎樣來改正這樣的情況